逃出自己的舒適全二 下一頁就是直接超到我為什麼會去德國 第一個就是我去美國留學一個月的時候 剛好我的德國室友是德國人 那我們就互相取了承諾 你要來德國 你要來台灣喔 所以我就對德國有一個想法 然後第二個是劉德大學教授上課的行動說 德國人好手法好守秩序啊 這個沒有案子 德國人好手法好守秩序 然後上高速公路的時候都沒有時數限制 然後我就開始想說 為什麼沒有時數限制 然後又有一些疑問 然後第三個就是房間 德國人好棒啊 跟德國人學自律啊 德國人怎麼那麼好嗎 那終於機會來了 我就帶來六零來的疑問出發前往德國去哪個答案 那當然也是希望大家在出國前要先了解台灣的文化 你出國的時候就知道台灣才會更擔心 那 開始我就有很多想法 第一個是為什麼歐在危機德國經濟沒有泡沫化 那大家都說德國的教育成就了德國 一般我們說到德國製造的就會想到品質考證的代言 那第二個 德國的教育成就了自己 那台灣呢 德國最重要的就是雙軌制教育 那雙軌制教育就是說 學生到企業去實際的操作實習 那學生一畢業之後就可以馬上上手企業要的技能 那所以 反觀台灣的話我們的教育就是 思不上 企業也在說 學生不能用 然後學生也在說 學校教的不行 那 那我們 台灣可以跟德國學到哪一些重點 等一下我們來探討德國的教育制度 德國的教育制度 在幼稚園的時候三年 然後他們就是混零教學 那一般有二十個人 那他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盡情的玩 然後 小學他們總共有四年 那老師主要都是重思考的教學 就是他在重 他注重的是學生的思考方向正確 不注重最後的答案是不是正確 就像數學 你可能 中間過程都對 那最後一個 啊 加錯變一 然後他還是 還是算不對 好 我就第十就是 有一個 就是我小時候 歷史對我為言只是一個 背起來會考 但是現在我出國之後 我發現歷史 他是一個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個人的目視 對 那他們國中呢 就是他們有分四個 因為德國有很多幫 每個幫的制度都不一樣 但主要是 文理中學 他就是以學術研究為主 那 職業中學的話 就是 比較 就是天象職業 那 實科的話 就是文理加職業 那綜合就是三個都加在一起學 因為其實小學 有四年級沒有辦法那麼快就定位 所以 他們有一些 幫會的這個問題 會有這個制度 那職業中學他們現在有遇到的問題就是 主要就是 母語非德語的地方 母語非德語的學生 然後他們的數值 就是 會比較低 那等同現在正在改善這個問題 那 德乎小學上課 我看到的情形 你知道他小孩在看什麼嗎 OK 你知道到這是他在看什麼嗎 OK 他的研究壓制 他們自然課在研究壓制 然後他們就是整個帶出去看那個壓制 那 他們看完之後 他們就自己查書 那小孩就自己學習 大家互相幫忙 那是課外課程 那室內課程的話 你有沒有看到 你知道 我要照一張照片 等於說 他舉了很久 我才照得到 所以你看 他們是連 永遠巴遠都要跳起來 然後 我要告訴你 大家 那我接下來要討論 德國的高中 都會進入雙軌制 那 除了文理中學士 總學術方面 那其他的話都會走中軌制 那雙軌制的話 他們不像是 他們就是 雙軌制的話 他們進大學的比例 只有28%的學生會進入雙軌制 那收續時間是三年到三年半 那平均在企業接送 一中是三到四天 那其他一到兩天 都在學校時 就是學習一些教學理論 那 其實我們台灣 我們也有正在努力的實行雙軌制 但是我發生了一個問題 就是我朋友都說 德國 就是雙軌制 就是我們到企業時間 我們去對發跳 我們去美容樂洗頭 然後就是 其實我們的雙軌制 它只是一個交流的一部分 但是它不是經濟的一部分 對 他們就是 整個專業人員 他就是投資大法的金錢 去 去載給學生 那 這是各國大學的入取率 你看 德國大學的 他們要進入大學 只有28%的人 要進入大學 但是他們 2012年的失業率 只有801% 那台灣有60%的人 要進入大學 但是我們失業率卻那麼高 那我們看一下 美國有43%的人 要進入大學 但是他們失業率 還是比德國高 那請問 真的有學要進入 進入大學嗎 對 那 呃 其實 這是什麼 好 謝謝 啊 對不起 好 那我這邊要講到一下 就是 DIHK 德國東會總會 國際事務主席的 習佛西歐說到 想複製德國的雙骨人質教育 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這是一個觀念問題 在德國 在其他國家會認為 松滾智是一個教育體系 但是在德國 他會認為 松滾智是一個經濟體的一部分 就是 為什麼我們要松滾智 因為我們要培育這些人才 以後要上手 就是要 就是我們把想像正式人才來 來實習 來作業 但是在台灣目前 他們還只是覺得 OK 反正就是給丟下去 那個 企業教什麼 有沒有用 沒有 反正如果學生覺得 浪費時間還是怎麼樣的話 你也不能怎麼樣 所以其實 德國他的松滾 就是非常百跟百的接軌 那我覺得這是觀念問題 那其實一個國力的長勝 就是要看他們的教育 好 那德國的防保 我去到德國的時候 天哪要怎麼丟垃圾 我就五個垃圾桶 然後還很厲害喔 對玻璃還要分透明玻璃 跟暗的玻璃 塑膠還要分紙的包裝的 然後還要分實體的塑膠天哪 我真的覺得很難 那他們的教育 就是生活在實 就是生活在 就是教育在生活中 那他們就是 還有一個 你在買瓶子的時候 那個錢就已經加進去了 那如果你要退瓶的話 那就是 你在 你在把這個瓶子 就是說你買到30塊 然後10塊是瓶子的錢 20塊是水的錢 然後你可以拿到便利商機去退 然後他就會把你10塊錢 就是 就是會有這個概念 那德國人他還蠻深邃的 就是我去的時候 我發現他們就是很少在碰水 然後你看 聯合國人教會會主席也提到說 2030年我們將有半數人口 會在水水的環境中 為什麼 你看德國 呃台灣的水分量那麼低 但是我們的生活用量的水就是很高 但是你看德國 他們水費負擔率很高 但是他們的生活用量水就還是很低 所以我希望就是大家在這個寶島上面 那其實我們有很多周到 可能馬桶可以省一點水啊 還是洗菜都可以省一點水 我們就是為台灣 為世界著想 那德國泰人家家護用泰人 天啊泰人有那麼便宜嗎 他說沒有 但是因為 它是一個環保能源 所以他們裡面花錢去乾 這麼大地的貨物 然後 敬文分享台灣話 上報紙有沒有看到 每一個人 我們台灣人 我們出國 我們就是代表台灣人嘛 所以 你 你把台灣的文化學好 你出國的時候 我會更帶勁 這是真的 那就是我請看 我介紹中國青年的時候 我就帶著毛筆出門 然後寫一些字給他們 那我覺得教育就像是一寶勝貨 就是每個人做好自己的事情 我們集合起來的時候 我們台灣能量就是會非常的巨大 那接下來要播放一個影片 呃就是 學問就是學 就是要問 ask why always ask why to buy some ear 拍照 對 對 對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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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可以買的,的? 但是你可以買的,也許是? 如果只要可以買的,也許可以買的? 如果是可以買的,也許可以買的,不可以買的? 是的,所以為什麼用的女生負貌的 princesses? 一些女生負責任,一些女生負責任 一些女生負責任… 男生負責任,女生負責任… 女生負責任… 所以為什麼女生負責任? 我會想買不同顏色的東西 那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喜歡化妝 我會想百貨 我會想買不同顏色的東西 我會想買不同顏色的東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